大家好,现在是院子里棕榈树开花的季节 我们这季节这花都是白的 它这个花架子有的时候是白的 也有的时候是五颜六色的 我今天在花园里走过 忽然看到这个架子掉下来了 你看它了吧 摸上去,这手感有点像橡胶一样 像橡胶的 这个头上你看有这么一个叉子 这个叉子实际上是接在棕榈树上的 然后这是它的这个茎杆 这花的茎杆 这个茎杆上面有花掉了 然后它的种子也掉在周边 这个棕榈树啊 它传播的还挺快的 尤其是澳洲的这种king palm 它隔几米它就出一堆芽 去年我们那就出了不少 我还想我这会不会变成棕榈森林了呀 棕榈树呢倒是挺好看的 但是呢,它如果太密了的话 我这个地方的阳光会变得非常差 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它能 少量的装饰性就可以了 这个花茎的材质感觉还是挺好的 舍不得扔 索性给我这棵死了的绝树上面 盖上就好像是一个假发套一样 远远看的,白色的 看,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吧 正好可以观赏一下 这个平常只能在高处 还看不到的棕榈树的这花茎 说到这里,再见 好看哦 好看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